17岁的藏族女孩误入日本导演镜头 没想到因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女孩名叫慈母 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82公里外的奔子兰镇 当她听到飞机可以容纳400多人 上海的楼层竟有100层高时 慈母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和兴奋 这一刻主持人咚咚看着女孩亮晶晶的眼睛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带她去上海 慈母听完震惊不已 赶忙跑回去与家人分享咚咚的计划 但却遭到了家人的拒绝 原来慈母的叔叔在年轻时 也曾向往过大都市的生活 但一番精力让她明白城市套路深 大城市仿佛是一片复杂的森林 而慈母就像一个单纯的小白兔 于是家人拒绝了咚咚的邀请 并告诉节目组 慈母早就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孩定下了婚约 等到他年满18岁便可以出家 安稳且平淡地度过这一生 咚咚被拒绝后 只好带着节目组工作人员离开 慈母站在家门口 红着眼睛与他们告别 看着节目组越走越远 埋在他内心的种子却在慢慢发芽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藏族女孩的遗憾故事 没想到几天后 慈母竟然真的来到了上海 原来在咚咚走后的这段时间里 慈母的妈妈发现了女儿的情绪变化 在三思索后说服了慈母的叔叔 带着慈母踏上了这片未知的土壁 慈母和妈妈一身大红色的藏族服饰 走在人来人往的机场里 与过往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一刻他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收到消息的东东 早早来到了机场等候 三个人见面的那一刻 少女绽放了花一般的笑容 在东东的带领下 慈母第一次坐上了地铁 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有一百层高的大物 虽然亲眼所见 但慈母还是忍不住地惊呼感叹 直到东东带领她乘坐电梯来到一百多层之上 当慈母俯瞰整片上海滩时 眼神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最后东东又带着慈母来到黄埔江边 从小就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慈母 一时间被震撼到 甚至误把黄埔江荡成了大海 这一次的上海之旅 慈母就像是一只误入到另一个世界的小鸟 惊慌失措又充满好奇 在东东的带领下 她好奇地探索着这个新世界 但此刻她还不知道 属于她自己的命运齿轮 因为这趟上海之旅 已经在开始悄悄转动了 2011年一个藏族女孩误入日本导演的镜头 命运的齿轮因此开始转动 那时慈母还是一个天真懵懂的女孩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 抱着小杨等待旅客上前拍照 不料却闯入导演竹内亮的镜头中 慈母告诉节目组 她每天都会在这里 等待游客上前拍照 因为每次合照她都能赚到五块钱 但由于自己胆子比较小不敢上前 所以很少有游客找她合影 看着女孩天真的眼神 竹内亮当即拉起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与慈母合照 也正是因为这次简单的偶遇 让慈母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上海回来后 慈母写信给节目组告诉大家 经过这次旅行 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也拥有了梦想 她要在香格里拉开一个小客栈 等待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里的人们 十年后的今天 一次偶然的机会 导演竹内亮再一次来到了香格里拉 她想要看看十年前 那个天真懵懂的小女孩 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 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她走进慈母的家时 才发现当初的房子早就不复存在了 她只好询问附近的居民 结果却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慈母竟然在香格里拉 不声不响地开启了大酒店 竹内亮走进慈母的酒店 发现只是排上的那句英文 居然是她第一次去上海时看到的 这不禁让竹内亮十分感慨 就在这时一个淳朴的女孩走出酒店 尽管十年没见 他们还是一眼认出了彼此 慈母小心翼翼地询问东东的近况 与十年前的见面不同 这次竹内亮明显感觉到 眼前这个女孩活泼开朗了许多 在之后的谈话中 竹内亮得知这家酒店是去年刚开业的 十年前慈母给节目组寄出那封信后 她便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旅 前后去了好几家民宿打工 学习了他们的经营模式和专业知识 直到去年她回到家乡 打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酒店 这里的一草荧幕都由她亲自设计 融入了许多心血 也是十年前那次上海之旅 让她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她将那些新鲜的事物与科技 带进了自己的酒店 打造出了一个既具有藏族特色 又拥有现代科技的特色酒店 这也是她酒店客人络绎不绝的原因 竹内亮赞叹不已 没想到当年那个怯懦天真的女孩 如今也成长为坚定热情的样子 但慈母过得真的幸福吗 慈母告诉导演竹内亮 最终她还是嫁给了那个素未谋面的男孩 婚后男人常年在外地打工 慈母在家经营酒店 俩人一直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 说到这里慈母满眼羡慕地看着妹妹 虽然没过几年 但父母的思想慢慢开放起来 妹妹可以上学读书 去自己心意的大学 可以自由恋爱 选择想要度过余生的人 甚至连妹妹提出不到30岁不结婚时 慈母妈妈也表示随孩子开心 尊重她的决定 慈母开心的同时又有些难过 她开心妹妹不必重蹈自己的覆辙 她像只自由的鸟 活出了她想活出的样子 同时又为自己难过 或许如果自己能晚出生一些 自己的命运也会有所不同 但好在无论怎样 她都没有丢失掉最纯真的自己 慈母患上了如十年前一般的藏族服饰 竹内亮看着眼前的女孩 她的样子似乎正在与十年前慢慢重叠 慈母同竹内亮一起来到十年前初次相遇的地方 俩人坐在一起 慈母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东东的名字 竹内亮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当即拨打东东的电话 慈母却转过头久久不敢回看 但在一生生期待中 电话自动挂断了 慈母突然被过身 在脸上偷偷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竹内亮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最终她还是在离开之前 再次拨打了东东的电话 时隔十年两人隔着屏幕再次相见 慈母再次背过身去擦拭泪水 她甚至不敢多望向屏幕一眼 或许她十年前就明白了 有时候哪怕只是一个眼神 也足以使人沦陷 时间的齿轮已经在悄无声息中转动了十年 少女时期的悸动 也变成了长大后的无奈与克制 十年时间长吗 似乎很长 她让一个懵懂纯真的女孩成长 成了一个明媚热情的女强人 她似乎又不长 再见到眼前人的那一刻 那种熟悉的感觉 穿越十年的光景 一瞬间再次涌进慈母的身体 但无论长与不长 这十年的光景 似乎并没能在慈母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她依旧保持着那颗初心 一步又一步地走向自己的梦想 她依旧那样纯真简单 在无数人逃离故乡时 选择从大城市回到故乡 她依旧像十年前那样 无论身处什么环境 都散发着岁月静好的魅力 或许她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快乐幸福 但她的笑容总能让人感受到温暖的力量 即将分别时 慈母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讲述着她对未来的规划 对酒店的设计 那一刻她阳光明媚自信十足 在逐内亮的镜头里 慈母既是她自己又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少女一步一步向前走 时代也在慢慢变化着 镜头记录着慈母十年来的变化 家庭十年来的变化 老一辈思想十年来的变化 同时也记录了这个时代十年来的变化 她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可能性和不一样的世界 与世界与未知与彼此 越来越小的距离 她更让我们感受到 来自时代对女性的善意 至于慈母和东东的遗憾 或许在他们看来并不是遗憾 更多的是两个自由灵魂的契合 又或许是一个灵魂 对于另一个自由灵魂的向往 无论怎么说 都希望慈母可以在香格里拉 一直做那个单纯热情的抱养女孩 也希望在时代的不断进步中 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成为慈母 愿意成为慈母 哈喽 哎呦我们肯定有机会变到 对我们说我们会在我们的家伙子上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家伙子上 我们下足以为了 我们下足以为了 课 我们下足以为了 我们下足以为了